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 我突然发现他们使用的枪鞋非常的诡异啊 对 这边应该是斯科特这把枪 对 斯科特用的是国内不太常用的 好 我们看到现在 Snyl这边是起了一把AK 是的 我们看到作为保卫一方的菲律宾队呢 现在两个 哎 我还正想说他们这个血量不多了 机会不多了 但是 这边打掉一个满血这样的话二打一 现在说从血量上来看啊 越南队这边很有机会 如果点位站好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这边的话C4是掉落在这个位置 但他只要能拿到包 把包下了 我觉得这第一回合的越南队的机会会非常大 这边拿了一个C4 应该是选择进攻一个A点 是的 因为这种残局我觉得EV2来说 保卫两名选手的血量实在是太少 那这边我们看到是满血的状况 但是我很好奇刚刚他们是没有发现这个包已经掉落吗 杀了人以后 因为卡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原点击杀嘛 哎 我们发现 菲律宾的拘手是非常的聪明 这边叫TT 利用了一个地形上的优势吧 这个高点来卡一个A点 所以说也是 哎 看来我觉得这个点位 如果说他们对这个 其实他们是在刚才景佳三楼的这个位置是能够看到包点的 那我看他们对这个点位理解也是非常透盛 对 看得出来 应该没少看国内的比赛 对 绝对是这样的 果然 所以说待会中国队跟他们进行交手的时候 所以我很期待是他们的 菲律宾队的话这边也是拿得非常漂亮 哎 我们看到这边 菲律宾 哎 这边打1.1 对 我看到这个越南队的血点 这个大炮发挥出了他的威力 对 这边狙一手也是 确实很不错 M4C这边的话也是 由于打掉了一名B点进攻的一个队员以后 啊 漂亮 他演好的反应是非常的快 果然是越南南部最佳的狙击手 没错 反应很快 我们看得出来这边狙击手的话 个人的一个反应 包括一些点位的判断非常的准确 是的 谁对 这两个人头确实非常亮眼 哎 这边怎么打背身 哇 这个怎么会被打背身 应该是露脚步了吧 应该是时间差 他松了一下这边点 是看到没有人 是的 哇 这个高爆真的 好的 哎 直接打了过去 漂亮 没办法 对方 对 越南队这边这波反击战打的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因为在开局是先损失掉两名队员的情况下 形成了一个四打三 三打四 最后也是获得了这一小分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 现在上马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越南队的狙击手 谢带 其实上马还是靠 谢带的出色的发挥 是给队伍带来的优势 对 因为狙击手的一个发挥的话 很大层面上会给对方一点心理上的压制 这边 没错 看到了 哎 漂亮 哇 也不止说的一个技术 真的这边狙击手能力非常的强 对 菲律宾这边还是有点低估了越南狙击手这边的一个个人能力 哎 我发现 哎 这边是开箱稍微慢了一点点 大炮 越南这边 漂亮 谢带 越南南部第一狙击手 确实今天在开场就给我们表演了非常出色的 非常强的个人能力 是的 哎 作为狙击手 谢带 嗯 我觉得你更有资格来评价一下这把狙击的一个个人能力 哎 我看到 反应快 枪准 反应快是吧 枪准 非常快 而且点位的判断非常的准 是的 哇 我发现 我这边 这个一幻影我没有看明白 对 斯科特这把枪的话 弹道也是 非常奇怪吧 应该说 和我们平时善用的一些M4也好 AK也好 弹道是有天壤之别的 嗯 是的 其实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我之前看到就是第一局开始我就觉得两个队伍的一些弱点 嗯 对方在第一局在莫名对枪就是狙击手一个机枪打掉 我们 越南这边打到菲律宾选手以后 菲律宾选手还有一个人但是没有补枪 对 这边补枪实是有点慢 从这一点能够看出两面队伍如果当时遇到的是中国队伍可能就直接冲了出来对方是一个机枪指导 对 哇 又谁的一个 这把狙击太狠了 太狠了 这边没有摸了个背身 你给侧身打掉对方没有完全没有转身的余地啊 其实现在刚才是想跑但是没有跑掉 对 这边的话自己的位置暴露了好的 一个正确的选择望这边还没有杀人但是这个选择非常的正确 选择拿了一下C4去便点进行下包 对方也是好像已经知道了 好 菲律宾这边判断有点失误呀 判断了一个A点那这样的话C4是没有问题可以成功下放 那这样的话1v1我觉得现在潜伏这边应该是优势比较大 对 因为他玩现在包已经下了 但是这个卡点两个人很快会遭遇啊 踩着高翘已经过了 我觉得这一分 哎 这边这个点位的一个防守 有点 我觉得他不太明智啊 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名点 他想在烟雾之中 对 掩护自己 对 我们跟之前的比赛是有不同的 因为我们在烟雾当中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烟雾头盔 对的 CFL的一个赛制包括一些 呃 枪械和道具的一些使用和之前的国际大赛是不一样的 那是的 那本次的比赛呢是完全按照CFL的规则来 来打的 所以说 呃 也是 呃 大家平时看到CFL的比赛 所有的规则还有装备是一模一样的 对的 那其实昨天也是非常有趣 呃 我们的荡漾赛师哥 呃 有玩家应该是会了解的 在前一段就是 你知道吗 就做那个项目组和和玩家这个打战场模式那个 我知道 我们的荡漾赛师哥 呃 是非常辛苦 带着这几支外国队伍呢 呃 就是很晚的就帮他们来 来买这个购买这个装备 对 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些枪械啊 不是很了解 对对 是昨天花了很长时间 要让他们来熟悉我们那个国服的这些道具 还是那句话 中国人嘛 浩克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那好的 那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其实我看他们今天在选择狙击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的聪明啊 也是更多的选择是战龙 战龙系列 战龙这边的话也是对于红龙大炮的这边理解也是非常的好 是的 看到这边 诶 我们看到这边狙击手的对决 对 呃 所以 由于这边战龙的一个个人发挥啊 我们正好都是每每切到他视角 呃 菲律宾这边的一个 RAM这边的话也是狙击也击杀掉六个人了 也非常的不错 嗯 因为 对 他们两边看到节奏打的还是非常的慢 对 这边的话又是拖到了一个55秒啊 这个时间再选择一波进攻 如果进攻不下来的话 可能就很难以下包了 是的 因为之前我也提过 说在做赛前采访的时候 呃 越南队告诉他们的节奏本来就比较慢 那现在他们上半场是做潜伏 那肯定是把节奏拨到最后 对 菲律宾这边是选择包夹了 因为影子点已经判得出来了 好 漂亮一个双杀 哇 这个双杀 哎 有没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了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 这个时候一个人面对五个人 虽然说打掉两个人 但其他两三个人的位置 你没有办法去判定 很有可能随时会出现 是的 那像这种EV4 EV5这种局面真的是太难了 太难了 哎 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M4C很喜欢前压 没错 而且他前压很有效果 双方在必须前压做了一波互换 那这样的话 瞬间形成了一个3v3的残局 哎 这边又是利用狙击的一个原点 又是卡一个点 这边一旦进步摸上来 就很容易被打掉 哎 这边现在补掉一个 哎 这边现在补掉一个 可以看一下 哎 没错 那越南南部第一狙击 还有这辆换枪啊 可以过来直接打掉 但是队友及时补枪 对 Sandy这边的话也是 换极枪的时机上有一点点问题 是的 正好在这个摔枪的一刹那 这边露出来了 两个人照了一下面 发现了 好的 现在比拼一下意识 RAM这边的话 看它是怎么退防 确定要拼吗 时间还是非常的充足 一分钟足够了 哦 这边选择一个绕后 就是说我骗一下你的视角 你感觉我可能是摸到B点 或者说直接RushB点去打了 是的 但是其实我反过来摸你一个背身 哎 我们看到这边 菲律宾的RAM的残局处理细节 还做得不错的 对 这样的话 非常注意控制自己的脚步 两个人摸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刚才 呃 越南这边 直接就选择一个大脚步的 大步流星的去A点下包了 刚刚只是漏下去了 哎 很聪明 因为上次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对 这边是可以很正确的判断出 对手肯定在B点 是的 百分之一百 哎 这边遭遇了 漂亮 这样的话比分追成一个2比3 越南队是小比分 一分落后 是的 我们看到 双方真的是实力非常的相近 那在上半场是打得非常纠结 那现在目前的比分呢 是将成了2比3 对 刚才也是利用了一个小小的技巧吧 我觉得 是的 哎 我们看到KK现在是换上了狙击 狙击 对 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RAM和KK 两个人的一个狙击 对 我因为之前提到这个队伍是有两个狙击手的 有KK和RAM 对 那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采用一下双狙的一个战术 也可以说 其实两个人也可以交流 就说我手感好 那让我来 或者说我手感不好你来 对 也是看自己出身一个刷新位置 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两个人手感都好 那好吧我们一起来 是 一起来干嘛 一起来双狙击战术啊 双狙战术啊 双狙战术的话 这边 打的是出其不意 哇我们看到Shady又是追掉了对面的KO 那这样的话开局优势非常大 五打三 好的 五打二 机会很大 要半平了这个比分 这个开局 诶 我们看到一个3HP的艾雷 哇那这边又是被打掉一个防守队员 那现在形成五打一 那这样的话 这一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菲律宾能够拿到 这边也是 越南队 哦一个perfect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也是希望最后拼一下 就是剪把局看看能不能打掉一到两个 是的 然后再捡起机枪来看找个机会 但是也非常可惜对面人实在是太多了 没错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论气势上来说 我觉得现在越南队已经占上风了 因为他们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连班两风 完全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我觉得 是的 而且他们的狙击手谁得发挥也是全 就上半场来说还是非常的亮眼 对 这边是 我们看到他们的指挥先 这边KO是一个双杀 哇 KKRAM也向你发挥 B 这边B点的一个重点照顾啊 也是其他非常不错的作用 这边 好的没有机会了 对 背身没有打到对方 是给对方一个机会 是的 A点的一个包抄也是很及时 就是我不给你任何转点的机会了 直接就见面就好了 没错 好的我们看到浮世地图 那这把我们看到地图上 菲律宾队又是选择了前压 你看上一把前压是取到效果以后 对 那这把又是个全压 哦很快遭遇了 那这边KO是打掉了越南队这边 哦 A打我们看到也压了出来 哇 闪光道具一直在打 那这边越南队是直接被逼 哇 哎呀 这个KO对自己枪法非常的自信 是的 KO因为上一把手感非常不错 杀掉两个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越南队现在好像面对菲律宾这么快的一个节奏 似乎是一时是调整不过来 有点找不到感觉 有点措手不压这个时候 没错 那林青你觉得像菲律宾现在突然是把节奏带得非常快 那你觉得接下来对越南队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可能一时间是有点不太适应吧 毕竟之前都是打一个三十多秒或者四十多秒的一个进攻 现在突然快节奏了 没错 这样更适合菲律宾一点 而且这两局的一个 嗯 战术的安排还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打出了非常好高的一个成效 效果很好 哎我们看到 KK 这两次起GG也是发挥了奇效 对很关键 好的 这边是MCC 又是用着我们这把Scar直接打掉了Alan 也是拿到了第五分 现在分数是5比3 是的 菲律宾这边也是由于前六局的一个探 叫做探点吧 没错 哎我们看到越南队你看到没有 越南队现在也调整节奏了 必须是选择一个直接压臂 哎 没有没有没有还选择一个后点 哇越南队打的真真新稳 哎我们看到菲律宾这边又是选择了一个前脸防守 嗯 菲律宾这边B点非常喜欢 这个是菲律宾给打掉KO 没有太大效果了 是的 哇 这边我们看到RAM 哇 三个有没有 我觉得 可能 我这边打得非常激进啊 菲律宾 可能是枪法上面菲律宾这边 哇 这边 M4C 这名选手啊 包括RAM 两个人个人能力非常强 因为我们屡屡看见M4C这边B点的前压 其实这是对自己签法的一种自信 是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两句看到了 就是之前我说过的 菲律宾队其实和国内队伍很像 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我之前说过 我说越南队是一个很慢的一个节奏 但菲律宾他们会有自己的节奏 会该Rush的时候Rush 该稳的时候稳 我们刚才看到他们调整了自己的节奏 选择了连续的三把前顶防守 就是Rush 我们看到取到效果非常的好 对 菲律宾这边善于拉扯阵型 是的 那这就是菲律宾队打爆破的一个可怕的之处 因为他们能随时 根据场上的形式变换自己的节奏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强队的一个表现 对 那中国队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决赛当中遇到菲律宾队 我觉得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了 没错 我觉得从这几局的爆破这个来看 我觉得很有可能 嗯 其实我们看到 比赛有的 我觉得老肖已经不中立了 对 他已经不中立了 然后这个人就是强豆草 哪边强势哪边倒 是 完全不想和他说 好吧 我已经习惯了你们这些无节操的解说 对我的黑 你们尽管随便黑 那我们还是回到比赛当中 刚刚说完这边越南是打架菲律宾两名选手 对 还是利用一个 诶 谁得又立功了 诶 谁得又立功了 我觉得越南这边 林青说的很对啊 对 利用这种性格上的一个东西来赢得比赛 就是我模拟性的 你要么就是说做出调整 对 选择快打我 但是在快打我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会被我反扑掉 嗯 是的 没错 诶 其实这一分刚才 越南队拿的这一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对 这样的话比分是一个4比6 其实作为潜伏者来说的话拿到4分 我们看到RAM是率先击杀了对方一名队员 RAM又换上狙击了 哇 果然这个双狙确实比较嗨 诶 双狙我们看到 是很大 是的 我们看到菲律宾这把打的是双狙击的战术 双狙的话对于狙击在中路的一个控制 就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是的 因为这张地图比较大 狙击确实做保卫来说比较优势 然后这边又是击杀掉了KO 诶 我们看到 越南队是选择攻打A点 诶 这边 看到了 哇 要跟他对枪吗 哇 不合适 我们看到KK 又是狙掉了对面的狙手 Chanel 哇 又一个 哇 漂亮 这一张很漂亮 诶 我们看双狙战术果然厉害 菲律宾这个大招确实很厉害 对 我们看到 目前场上的三个技杀 四个技杀 我们看到都是狙手他们杀的 对 那这个场的一个双狙战术的话 取得的也是效果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构早的暴露了 我觉得中国队现在在台下 应该会非常针对 玉小镇的这个点 对 针对他们这个双狙战术 对 就是这个点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去进行应拼吧 呃 其实呢 怎么说 他这个双狙战术是之前在国际邀请赛上是使用过了 对 所以其实中国队对于A技来说 对他们还是非常了解的 这一招肯定心里面会有所防范 这边留一个人去进行一个超后 这两把G就很有可能直接被打掉 是的 那我相信中国A技来说 对他们来说 这些战术对他们来说都是雕虫小技了 我觉得很轻松啊 其实破这种双狙战术 就是只要你把他的视野给封锁住 基本上他能看到的视野 基本上对于GG就差不多 就那样了 但是说对菲律宾队来说 他们这种双狙战术 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 他们感觉这个战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我是说如果再等一下 如果遇到我们中国的 对于针对这样的战术 经验上肯定是比A技这边的话 经验非常老道 对 因为你看刚刚越南基本上没有在很重要点 即使被打了很多次 我照样要过来 我平时不太赞同现言 但是我这个还是比较赞同强调 走开 好了也是开个玩笑 那这边 我觉得越南队在上半场 作为潜伏拿到了一个四分 下半场 对他们而言心理上还是蛮好过的 其实对于这种打满七回合来说 下半场拿到四分 只能说算是一个勉强能接受的笔分 对 还不到及格分 其实拿到五分算一个 我们看到KK 在下半场第一局是 又是手感非常好 率先打掉了Shady 狙击好快啊 因为刚才他直接闪出来一个声 半个声位就直接被打掉了 没错 来学习一下这边菲律宾的一个打法 我们看到这边是选择狙击原点卡掉一个人以后 这边是在中路进行一些枪子弹的一些骚扰 并没有急于去打一个中路 这边虽然人数上取得一个5V4 还是不太着急 平台是想放吗 我觉得平台这个位置非常有利于自己作战啊 放了的话不太合适吧 看一下越南这边 越南这边是把一个防守的侧重点是转移到了A点 我们看到 菲律宾这边确实也是想进攻A点 那这边菲律宾都应该有没有机会能打通 但是我感觉这边补防非常的快 这边的一个战略 我们看到保卫这边有一个双杀 这边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去 背身 菲律宾这边没有意识的 他们回防的人数有这么的多 是的 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非常贵的打法 如果他刚才回防的那么及时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在我们的A平台形成一个架枪 但是没有这么选择 是的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A平台门后面是进行一下猥琐 然后等他准备下包的这一刹那选择出来打 那我觉得刚才作为越南队的指挥 Snail来说 他应该是有侦查到这种就是敌人的动向 应该说当时是做出了极限的指挥 应该说是要重防A区 对 这边的话刚才的一个残局处理 越南这边做的是非常的好 没错 那下半场是先拔头筹拿到一分 是的 看一下这局 这边一上来 狙击手 这边主力狙击手的血量有点不多了 好少啊 我们看到了现在是菲律宾队的狙击手KK 我这边两个狙击手的对接看一下 好 谁呢 这边真的很聪明 是的 他不从这个点出来 我换个点来击杀你 没错 是的 我们看到这边遭遇了 这边想做一个超后 但是被发现了 越南这边爆破打保卫好强啊 感觉好像前两把看上去 对前两把打上去打得很轻松 是的 菲律宾还是没有摸清楚越南对这边整体的一个站位 被M4C这边带着一个包 现在怎么办呢 M4C的枪法其实我觉得还比较犀利的在上半场的表现 好苦啊 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观看方来看 我觉得就是觉得他思维不太有气 对思维不清晰了 这边你可以选择直接走吧 一个人为四个你就拼一枪嘛 是的 这能不能打掉成看运气 哦 我们看到这把KK依然是加起了自己的狙击 哎我发现他们也有换狙的一个习惯啊 现在是拿了一个把黄金狙 对 大家对于狙击 米踩狙击 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狙击 比如现在我去去 起一把红龙 有的时候我去一把这个米踩M4 所以说大家都很知根知底啊 我觉得虽然说他们昨天刚接触到这个枪啊 但是已经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枪性了 应该昨天是我们这边的像当然赛事哥呀 还有我们俱乐部的像 介绍是吗 对对应该会俱乐部的一些老板应该会给他们做一些介绍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枪的理解上面速度真的太快了 是的 确实是职业选手 这边的话是在闭房看到了一个 哎我们看到这边是打掉了KK 是的 直接这个爆头枪法好像对作为保卫者更加准 越南作为保卫者这边的话 他们对于卡点做的真的很好 没错 哎这边必须是要强攻了 那这边我们看到必须是直接攻站的上篮 哎我们看到菲律宾这边道具是用的非常的好 全部炸在了壁房子 是的 道具完全没有浪费 烟雾闪光以及高暴用的非常好 感觉看一下越南回防拿着两个 那现在二打三 我觉得保卫这边优势很强 而且菲律宾这边血量都很强 哎这边现在是直接拿手枪过篮 好这边一换一 漂亮 哇我听到他们的呐喊声 其实好强 哇我们看到你现在赢三比零 很难啊菲律宾那边很难从乐团这边拿到分数呀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张地图来说 双方在互换角色在做保卫一方的时候都发挥的非常好 那其实就是这张地图对保卫来说的话还是优势比较大的 对没错 那这样的话在下班场由越南队带人保卫者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比赛结果很难说了现在 你觉得会七比零吗我们大胆猜测一下 七比零可能难吧我觉得应该不会 我觉得七比一二吧 啊这样可以 剃光头春天 我觉得对他们这两个支实力非常接近的队伍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发生的 对 看一下怎么进光 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 谢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两支队打比赛会经常出现队员之间换枪 是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习惯 风格吧 对是不是就像那个菲律宾的双军啊说啊我手感不好来哥们你拿着鞠来把机枪给我 对对对 哎我现在手感好了把鞠还给我 是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哦我们看到 这个谁给哎 谁给哎 谁给刚才就是换上了M4你知道吗 他把G给了不知道谁 两个 哇这边RAM两个双双 我要三个 RAM这边个人能力真的也是很强 哇这个RAM真是很全能啊 他其实也是菲律宾的一个巨手 是除了KK以外另外一个巨手 我们看到他使用机枪的话也是非常的犀利 是的 对于刚刚老肖说换枪如果我会他们的语言的话 我会说其实我们CF是可以搭上枪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句 好动 就没有换枪了呀 是的 不标准的这个 哎我们看到Shady又是发位了 哎我真的突然有觉得这名 有点喜欢这名Shady这名选手了 啊 是吗你就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 啊不不 确实说喜欢他这个比赛这个风格 你喜欢一个人真快 对 哎我们看一下Shady 这边的话还是显得卡点每每上来菲律宾这边总是会被卡掉一个人 是的 这个要解决一下 就是说在没进攻的时候你就丢掉一个人 这对自己作为潜伏来讲非常的难受啊 因为现在你不是你看现在比就是两边一共的局数 这边是第五局嘛 哎Shady果然发位了 你不得不说啊 我确实确实厉害 我还没说完 我本来想继续说 我本来想说五局你五个人 一个人每个人在同一个点不停的死掉 对 那还有正常 如果第六局还是这样的话 人家毕竟不是圣斗士吗 应该脑补一下 脑补 脑补用英文怎么讲 我知道你不会我不为难你 哎你知道吗这个Shady 现在我看他比赛给我感觉像什么吗 嗯 就有点像以前就是看七零的比赛 哇 真的这把G 哇太厉害了 很喜欢就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其实Shady在越南来说他也是七零KG 是 对 就是越南的七零嘛 对 越南的 这个越南的防守 好的我们看到这边 哎 这个回防很快 哇 保卫的回防真的非常的快 打了一个perfect的 越南队对于A点的防守 他有自己非常特别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 跟中国的很很大差异 中国队喜欢在平台 或者在这个A连接进行一个防守 A小道进行一个防守 中国队是直接就选择在包点 对啊 有A小道这一块 但是我们看到 越南队的防守是选择后点 对 他是来打支援的 对 他其实是在 你可以上来 对 但是我补防会很快 就在这块 就在这块 对对对 没错 这个跟中国队有一点不太一样 而且 其实这种套路呢 其实在CLPL中国队也有打 但是说很少很少这样打 那这是一个球稳的一种打法 所以说 越南队真的是非常的球稳 果然是一个慢节奏的一个队伍 对 我也是建议中国队待会打的时候 会利用一些Rush战术 可以把这种A点B点的人 可以打一些针对 比如说H1知道他是后点的话 就可以直接上 上去以后就是利用闪光高爆烟雾道具 就是阻止你来回防 对吧 下完包我站好点 对 把所有的道具全打在景佳回防的道上 来吧 来一个加一个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中国队这边 肯定还是有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他们是有所准备 是的 我们中国队当然毋庸置疑 肯定没有问题的 哎 这边我们看到 菲律宾这边是8V了 我们看到A点 这边可以下放C4了 是 Rim这边是掏了一个后路 但是被 察觉到了 是的 现在2打4 那这把来说的话 就很稳了 是的 这把4打2 包已经成功安放在A区 那这样的话 Snail和Ali 这边Ali被打掉 KK好亮 这两枪非常的势力 我一喊到KK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知名的激情解说 KK同学 其实看他IDD时间我也想到了 刚才我觉得KK这边的卡点还是很有想法的 这个点确实 而且我不知道刚刚在两枪以后 他会不会在这一局的发挥 会找得更加的好 就是跟上漫场的那种手感 我们看到这把菲律宾的节奏是放慢了 其实真的是这样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打爆破的时候 真的节奏是给你忽快忽慢的这种感觉 是吧 他不像越南队 就一直就是很沉稳很慢 但是菲律宾他是根据场上情况 他有自己的调整的 他就感觉快了 那我们就一波Rush 感觉这把需要伍了 那他就选了一个慢卡 真的 从这种打法上来说 我们真的看到 他真的是一支爆破的一个强队 所以说菲律宾这边的一个整体性还是非常的好的 是的 这边依旧是一个慢摩 我们看一下中路这个点很关键 我们看到菲律地图 那这边应该选择一个必须和中路的阳攻来打A 我们看到A区这边爆发了 但是A区这边防守非常的稳 好的 哇 这边先打掉四名 A区的进攻队员 那现在的话只剩下KK 哇 KK是一把剧来到这里 那我觉得 哇 他如果进到这个房子里 应该能偷掉一个我觉得 看一下 但是C4已经掉落 那保卫这边 哎 打开一下 这边斯堂补枪非常快 这边的话5比2 下半场 我觉得越南队非常有机会获得下半场的一个胜利 而且潜伏的分数现在仅仅拿到两分 距离他们的赛点分还差两分 菲律宾这边的话 现在局势有点头疼呀 是的 因为越南这支队伍非常善于去做一个保卫 我觉得就很适合他 就是我作为保卫 我可以完全自己防守 哎 这边 我们看到BG的KO是率先打掉了 谢谢 那这一把的话 越南队这边拘手掉了 那我觉得不好打了 因为保卫的拘手掉了 很难防 对 而且Sheddy这边的一个个人能力又是这么的强 对于团队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也是非常的多 是的 而且这一把的话 比分对于双方来说很关键 哎 这边打了一个一换一 那现在四打四还很能说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越南队这边再拿两分 就直接可以获得爆破模式的胜利了 没错 但是这边三个人集合 这分拿到才能打到一个赛点 现在双方都需要两分 这边又是卡掉一个 哎 好的 我们看到K这边 哎呀 这边 暴点 暴点 这边能不能补掉 能不能打掉 哎 这边 哎 这个打得太慢了 一为一 现在这边已经暴露了 好的 哇 越南队现在 回防的速度啊 也是为自己的团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是的 我们看到越南队虽然说在打回防 但是说他们的回防补枪真的非常的快 总感觉菲律宾这边打 对于潜伏者这边的话 可能不太果断 是的 那现在6比2对越南队来说只需要一分 哎 哇 这边又是打出一个一款一 对于爆破的一个局点吧 我觉得越南队应该好好把握 是的 反而是越南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这个赛点 哇 如果说越南队再拿掉这一分 7比2下半场翻盘的话 哇 真的是让人有点意外 这边M4C这边打了一个卫生以后 是把人数上面 稍微占一点点的优势 占一点优势 而且A点现在是空的 好优势了 上完包我觉得好好卡一下 很有机会 觉得这一分应该稳了吧 嗯 我们看到这把 那又是双狙有没有看到 YAM和KK同时是架起了狙击 好的 这边KK是打掉了艾勒 那这样的话4打1 是这一分应该没有问题 哦 我们看到YAM又打掉了1 哎 这分把比分是追成了一个6比3 哦 6比3 哦 对这边是 现在的话对于双方都很干净 是的 因为菲律宾这边拿到一分 其实就是打平 对 至少能够保到 在越南这边作为保卫拿到一分的话 就可以获得整个爆破的胜利 是的 我们看到菲律宾队 在屡次用这个双狙战术的时候 还真的是能发出奇效 对 出其不义 到底能不能出其至胜 关键是这个 YAM和KK也是真的非常给力 我们看到每次他两个起聚的话 两个人都能杀人 这一点是让人觉得很肥所思的地方 这还是两个人的一个配合 包括点位的一个控制还是做得非常的好 是的 那谢妍之前也在打企业的时候 也是做一个女狙击手 对吧 那你对狙击就起双狙这种战术 你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双狙的话 不管是作为保卫者还是潜伏者来好 基本上狙击为什么会在一个队伍中 就是做到指挥的作用 是因为他第一时间内能够看到最远的试据 就是说他能够最快的去获取信息 对 获取信息判断 基本上以前我们如果保卫者这边打狙击的话 是直接看对方一个走位 是拿把狙击 因为看得比较远 视野上面是比较辽阔 是的 而且打人比较方便 这是对于机枪不好的情况下 好了好了 回归比赛吧 这边越南是5比4 又是菲律宾一上来是掉了一个 那这一分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关键了 保卫越南队这边如果说拿到一分的话 他就直接获得胜利 对 那潜伏这边菲律宾队再拿一分的话 就可以保平了 到底谁会获得第一局爆破的胜利 这一分很关键 有种感觉 我感觉这两个队会打平 我觉得越南队这边赢的几率会大一点 因为现在时间上面对越南队非常有利 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反闪 漂亮 这边 我们看到越南队这边防守非常的坚固 这边是职业 恭喜我们的越南队是获得了首场爆破模式的胜利 是的 这场翻盘战打的真的也是很漂亮 对的 这个确实